接下来我们看冰岛 这个火山蠢蠢运动 地震活动已经让冰岛这个小镇出现了让人触目惊心非常大的裂缝 简直就是路面的裂口了 有的已经把路面推高到一公尺那么多 附近有一个地热发电厂赶紧挖钩竹墙 万一火山爆发或许可以把熔岩倒向别的方向 星期四冰岛当局降低了紧急层级 但是官员警告撤离区依旧非常危险不能回去 火山爆发前可能只有数分钟的警告时间 而冰岛西部这一个渔越小镇四千个居民已经全部撤离 他们回家要拿东西一次最多只准待五分钟 降级之后可以有较长一点的时间 拿了家中贵重物品立刻离开 白雪矮的大地地面上裂出一个大裂缝 还时不时冒出白烟 这里是冰岛南半岛区的渔越小镇格林达维克 就在首都雷克雅维克西南方约50公里处 现在因火山可能即将爆发 近四千居民全员撤离 冰岛南半岛区因地底下沿江侵入 从十月底开始就发生一系列强烈地震 到十一月中地震频率和强度急剧增加 累计两万次以上 其中最大规模超过5.2 根据冰岛气象局 先前每天1500到1800次的地震 从20号开始减少 到了23号降到一天600次 规模也大多低于2 显示突然喷发的可能性降低 周四官方调降当地紧急等级 但警告收散区域依旧危险 因火山还是可能几分钟内就爆发 换句话说 即便爆发的可能性减低 居民可能还要好几个月 才能确保安全回家 离家前 居民对小镇未来都不太乐观 你希望这种状况 可能城市会被离开 如果大爆发的可能性减少 如果大爆发的可能性减少 关于我们的房子 不,真的不 好减少要去到那里 去到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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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岛 为于地热活动 发电厂还为冰岛主要国际机场供电 就算喷发不是史上最大 但依旧相当危险 现在当地正加紧赶工 要在地热发电厂周边 挖沟主保护墙 希望一旦火山爆发 能把熔岩倒往它处 冰岛官员透露 所需的机具 和相当两万辆卡车的材料 已经运往发电厂 当地知名的地热温泉蓝湖 现在同样一片空荡荡 因频繁的地震活动 自11月9号就对外关闭 预计至少关到月底 不过冰岛其他景点 照样吸引游客前往 包括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辛格韦德利国家公园 和史托克间歇喷泉 尽管目前格林达维克小镇 警战警戒降级 但封锁令依旧 一般人不能进去 居民则必须在前一天登记 在有限的时间内返家拿东西 冰岛气象局指出 当地火山活动 仍以相同的速度在进行 火山爆发的可能性仍在 不排除在未来几小时或几天内就发生变化 TV新闻众和报道